最难管的是夫妻间的事 因为在这样的关系里 道理不是处理关系的准则 能解决问题的方法 统统都藏在当事人的心里 但是难也不代表不能解决 请看标题 与您分享罗兰的文章 相敬如有 一位美国小姐在谈话中 听我谈起我的家庭生活 觉得很羡慕 说 如果婚后都能像你这么自由 我就不怕结婚了 说起来 我真算是很自由的 我可以随时想上街就上街 想访友就访友 可以打个电话说声 我今天中午不回家吃饭了 就不回家吃饭 可以随性之所致 自己跑到山上去 想有一个下着微雨的上午 也可以堂堂黄黄地去观领 或其他地方度个假 总而言之 我没有什么太大的牵绊 家庭的琐事可以推得开 丈夫也不限制我去做我要做的事 正如我不限制他一样 我们共有一个家 但除家之外 两人各有自己的另一天地 互不干扰 这当然是相当理想的一种生活 值得令人羡慕 但是话又说回来 我们可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如此互不干扰的 不但不是如此 而且比一般夫妇更难相处 由于两人个性都很强 受不了一点牵绊 但是又不能很慷慨地 任凭对方去为所欲为 所以不但痛感居属难受 而且也不原谅对方 想要自行其事的性格 总觉得对方不能心甘情愿地迁就自己 是因为爱情不够 又总觉得自己受对方的束缚 是件很委屈的事 索性两人都还有足够的理智 认为既然结婚了 有了家庭 只好牺牲自己一点性格 迁就一下对方 所以一切按规矩做 该回家一定回家 非有必要 绝不在外面吃饭 两人生活步调力求一致 包括起居的时间 家庭的布置和娱乐方式 例如 我曾发现 看哪一部电影 经常是我们争执的主题 结果我最后总是服从 不提任何意见 他不爱听音乐会 那就不听 他不喜欢郊游 那就不去 当然 这妥协与放弃 也不仅是我单方面的 他也因为我不喜欢游泳 而不勉强 我陪他游泳 也因为我不喜欢跳舞 而谢绝跳舞 除娱乐之外 交友也互有让步 有些他的朋友 是我谈不来的 也有些我的朋友 是和他谈不来的 为了避免麻烦 索性双方取得默契 找时间单独 与这些朋友们来往 孩子小的时候 他有他的一套育儿方针 既然他是一家之主 那么我一切听他主张 为了避免个性歧视 也为了使家庭基础 更为稳固 在孩子小的时候 我索性放弃了工作 前后八年之久 专心持家 这种完全透过理智 来适应对方的情形 现在常使我们两人 觉得自豪而且庆幸 两人尽管个性都强 常因意见相左 而僵持不下 家中气氛十分紧张 几乎连离婚的念头都有 但彼此却都互有分寸 绝不离家出走 绝不废持家务 薪水一定照常交给家里 甚至遇事争吵的时候 遇事不在外面吃饭 这种不走极端的自我约束 实在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 我们似乎都早已知道 如果不是准备真的走向极端 那么最好是自己先站稳脚步 留下余地 不使事情闹得无法收拾 同时也是为了在对方心中 建立信心 使彼此知道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双方本身都有分寸 都不会过分 都把家放在第一位来考虑 绝不会因为任何原因 而胡作非为 影响到家庭或孩子 更不会因任何原因 而影响到彼此真正的感情 这样 经过多年的奋斗 由双方互不适应 到努力约束自己 到彼此在对方心中 建立了良好的信誉 实在是一段相当艰苦的过程 维持感情的平衡 家庭才可稳固 但这平衡 是最费苦心与耐心的事 两人都需要准够足够的信心 来随时调整 不可避免的冲突与急躁 直到互相了解 互相信任 才算稳定下来 这时 才是自由的开始 由于双方互信彼此 都有足够的理智 以及对家庭的责任感 所以现在 两人可以恢复自由 去找回当初的任性 想交什么朋友 想到什么地方去 想怎样安排自己的书房 想写信给谁 想安排何时去度假 想几点钟起床 几点钟睡觉 或索性半夜起来写东西 都是百分之百 得到对方的谅解与支持 他不会为我 喜欢独自撑着伞去兜雨 以为我是在和谁怄气 我也不会为他 经常不回家吃晚饭 而怀疑他有什么不轨行为 现在两人 偶尔谈谈自己的怪念头 其想法 彼此也不会再以为 对方不适合 做个正常家庭的一员 于是 这充分的自由 就成为令人羡慕的了 古人说 夫妇应该相敬如宾 以维持彼此间的尊重 由互相尊重 而维持感情的长久 我却觉得 相敬如宾 未免太过疏远 不如相敬如友 两个人多年相处下来 既不可能一直维持恋爱时的 百依百顺 无条件服从 也不能听任双方 孰不拥地 变成舒漫无礼 而天天彼此忽拦喝去 最好的办法是 把这种必须维持久远的感情之中 加入几分友情 相处多年 本来也该成为朋友了 朋友之间 了解与关切的成分多 恋爱的成分大 有了解 则有宽容 有信任 有原谅 比单纯的爱情开朗得多 平易得多 家中有我们俩共同主持家计 而又能够互不侵犯对方的私生活 有家作为基地 两人可以随自己的爱好与愿望 去发展自己的所长 去过自己认为 宜然自得的生活 这份特权的取得 说来轻易 但在我们 却是经过了 近二十年时间的 忍耐与耕耘 当然 认真说来 世间有哪一件事 是不许先付相当代价的呢 退让 实在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当我们知道这一点的时候 说不定已经伤害了多少 半可以走向美好的感情 当然 退让 有底线 正像争取 有上限一样 懂得自我约束 有时候比约束对方 更有效 婚姻是本难念的经 你遇到什么 难解的结了呢 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 我是潮雨 祝您晚安 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